- 嗨 大家好 我是阿Q 然後今天還是想要說來做這樣一個視頻 因為我知道我確實一直處於一種 尤其是自己一年來 然後一直處於不正...就是沒有很正經的更新的狀態 我知道自己一直是不負責任的一個YouTuber 然後也沒有很常在這個頻道跟大家互動 但我是真心想要感謝大家從一直 尤其是那些一直從阿Q剛開始做這個頻道到現在 在伴隨著阿Q經歷過這些人生的喜喜富富 然後依然還在這個頻道面前等待著阿Q更新的一些朋友 我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們也成長了很多收穫了很多 我也是一樣因為有著你們的陪伴和成長 我會覺得說好像即便是可能不在同樣一個地方 卻有某種力量是讓我們支撐著彼此走下去 或者說會有覺得說好像在可能在現實的某一個部分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世界沒有一個角落是屬於我的 但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會覺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連結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 希望大家在頻道就是每一個視頻的更新下面 如果你有想要表達的故事 或者說有類似的故事 你會發現驚人的發現說即便是我們有著不同的人生的故事 在不同的地方好像是在平行世界的兩端 但我們在集合能量裡面其實是經歷著類似的事情 或者類似的故事 當你在去分享你的故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也許會給在世界另一端的那一個人 些許一些安慰 或者說知道說我們並不是孤單的在這個世界上去完成這個旅程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旅程要走 但你要知道說我們大家都是在經歷這樣些 即便是可能故事不同 但我們所經歷的感受 我們能獲得的智慧最終都是相同或說類似的 OK 然後所以這一次我一直在想說是 希望大家能夠在聽完每一個塔羅 不僅僅只是塔羅視頻 它其實是一個宇宙通過我傳達一些消息 然後這個消息是通過我的一個傳達和表達的方式 希望能夠在某一個瞬間可以擊中你 可以能夠給到你一些許療癒和安慰 然後這個就是我做這個視頻的一個目的 然後當然就是我一直在在很多的頻道裡面有講到過說 我不希望大家把塔羅牌或我說神譽卡這些 當成一個算命的工具 因為這個都不是 其實你真正能夠相信的是你自己 這些卡牌它只是一些指引 只是一些消息 它能夠觸動到你內心的某個地方 讓你知道說 OK這個地方可能是我需要成長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可能某一些地方我能夠讓我自己 變成更好的自己 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都是一個 看你怎麼去看待它 如果你期待從任何的塔羅視頻裡面去尋找答案 那個也沒有錯 但是我希望最終你能夠獲得的那個答案 都是在你自己內心深處 這樣的卡牌它只是一個橋樑幫助你通過我來傳達信息 以至於說你能夠找到你自己的那個頓目的時刻 OK 然後今天我是 我知道我很久沒有做Pick a card 然後所以今天是 今天的主題是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然後我會通過這三副牌 然後有兩副是塔羅 一副是 我一直用的Black Moon的 詹心學的一個卡牌 然後想要把它變簡單的形式 我可能不會抽太多的牌組 但是通過簡單的信息的傳達 來傳達可能當下現在你需要聽到的一個消息 然後今天的Pick a card 然後是 實際上應該是Pick a crystal 就是選擇一個水晶 然後這個是 呃大家看到這個黃色的 這個是Yellow Jasper 然後 這個我還記得好像是 Moroco A Gate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這個是選第二塊 水晶 把他們看清楚 然後第三塊是 Appetite 然後這個有點 Blueish and Greenish 這個 Yellow Crystal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 暫停 然後這個是 第一組 這個是第二組 這個是第三組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暫停 選擇 你想要聽的牌組 不是你想要聽的牌組 是你選擇 這個牌組在召喚你 然後我今天會以現場抽牌的形式 然後 來做這個展播 然後 希望 大家能夠 遵從你的內心的選擇 然後去聽 當下現在 宇宙想要給你傳達 怎樣的一個信息 OK Let's see 第一組 看當下現在宇宙想要給你傳達怎樣的一個信息 然後我們先來說Black Moon做一個當下現在你在處理的能量到底是什麼 That's quick Grand Cross Provoker 好不然我們看進去這張牌 OK 當這張牌出現的時候 其實 呃 大家可以看到看一下這個牌組的一個封面 然後它其實是在占星學裡這樣的一個配置是一個 呃 Square 就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一個配置 然後這個四個星球它是處於一個 怎麼說有點競爭的一個狀態 其實可能在這個裡面會覺得說 在當下 現在 你可能正在處理一個 也許是在事業上或者說感情狀態當中 你可能會有一些競爭的壓力 這個競爭的壓力可能會給你帶來很多的一些trigger 但這個trigger並不是在講說 OK 這個是給你的一個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當我們遇到一些challenge 一些挑戰 或者說尤其是當你在處理一段親密關係 當有人可能真的開始 就是刺激觸發到你的底線的時候 它往往很容易激發出我們 以一種反應的模式 或者說舊的行為模式會跳出來 可能你非常想要就是發泄 然後以一種可能不健康的方式去發泄 然後這可能是你 或者說以一種逃避 Fight or Flight這種方式去處理 這個可能會讓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事件的發生 或這個情況的發生 它其實不是為了讓你的人生難過 而是讓你開始通過這樣的一個激發的一個狀態 能夠了解到 原來這是我一直處理在同樣類似的情況的一個行為模式 如果你有這樣的意識說 當這樣的事情 事件激發你的時候 你能夠看到自己舊的行為模式 那麼這個就是你開始突破這個cycle的一個過程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非常競爭的一個狀態 有一種覺得好像被 怎麼說被施壓的一個狀態的話 那麼可能你有可能還是會遵循那個舊的行為模式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 怎麼說讓牌的出現 不是在提醒你說 OK, there's something bad that's gonna happen 這個只是在提醒你說 你需要通過這件事情的發生 或者說這個情況 這個引起到你的trigger這個事情的發生 來找到你自己一直處理同樣類似的情況的一個行為模式 也許是可能當某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容易去把自己變成受害者 或者說當一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你從來沒有真真真正的打開你的心去聆聽對方的意見 或者說也許是一個行為模式 你從來沒有意識到說 OK,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面對 你永遠選擇逃避 種種種種 每個人可能不同 但這個裡面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把你的舊的行為模式的呈現 能夠讓你去找到一個方式去突破 因為就好像其實阿Q現在的工作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工作 就是我們在支持有智力障礙的一個 不能說殘疾人吧 其實對我來講說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正常 因為他們就沒有這個社會的濾鏡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行為 就是積極行為的一個支持的一個計劃 然後我們在開會的時候有提到說 就是當你觀察到某一個人的行為 可能有比較挑戰性的一個行為 比較有挑戰性的一個行為 你不是說OK,你就是停止他去做這個事情 你需要去想一個替代行為 能夠讓這個挑戰的行為被替換成一個積極的行為 所以其實在這個裡面就讓我想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只有當你願意承認自己有一些 可能讓周邊的人覺得不舒服 或說讓周邊的人覺得說 好像很不太合適的一個行為的時候 這個其實並不是你的錯 可能這個是來自於你的經歷 或者說你的原生家庭 種種種種各種各樣的事情 造就成了現在的你 這個並不是什麼事情需要去責備的 但是真正願意做那個改變的是你自己 但做那個改變的前提是 你要先承認這個存在在你的身體裡面 或者說再存在在你的過去的一個經驗裡面 那麼如何去改變它 是你需要找到一個replacement 而不是說OK去責怪自己 或去責怪他的人 因為這個是往往兩種方式 我們去找到書寫的方式 因為其實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如果想要跳出那個舊的行為模式 舊的一個cycle的話 那你需要找到新的東西 來replace it 然後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 去處理當下這個provoker的這個能量 然後這個是一個大的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來看塔羅牌有什麼想要說的 然後已經沒有很久的 有用到這一部塔羅的這組牌了 但是我最近在做一個現實的一個 就是西西蘭這邊有一些spiritual fair 然後我可以去做reiki或者說卡羅的閱讀 然後我很喜歡去用這一副卡牌 當成一個免費的去跟別人交談的一個方式 因為有的時候它真的是會非常神奇的傳達一些信息 然後我很喜歡通過跟塔羅牌去跟人家去建立連結 所以我知道就有點奇怪 但是就是覺得有的時候 它能夠打開你打開一個怎麼說潘朵拉盒子 讓你知道的時候可能你原來都不知道 你可以這樣跟卡牌去共同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讓我們來看看 這是為什麼我在講說 然後大家能不能看到這張牌 下面是關鍵詞 在這個塔羅牌裡面是sorrow 然後這一張牌出現 然後rest 然後我再拿多一張牌 page of angels ok 首先第一張牌 5 of hearts 然後5 of hearts 在原始塔羅牌裡面是5 of cups which means loss 然後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在整個第一組的牌 你當下現在所處理的能量 我知道不是一個非常容易去處理的一個能量 但是我真的像我一開始跟你們在講的事情是 把這個當成一個最好的機會去突破舊的行為模式 然後不要去push你自己 說ok我一定要趕快的去fix你自己 我想要穿搭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需要被修復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不管我們有怎樣的一個缺點 有怎樣舊的行為模式 經歷過怎樣的傷害 我們都是完美的個體 然後因為我們不完美 而使我們變得完美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只是有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往往不是別人來傷害我們 而是我們選擇去感覺那樣的感覺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奇怪 但是只有當你開始去抵抗某一些你不想要 或者說跟你期待不符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你開始去感覺到hurt 就好像其實不我們不應該用一個battle來講吧 但確實是一個battle 就是當你開始去against 就是你去抵抗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感受到那個阻力 然後那個阻力有的時候可能會強大到 你會讓你自己有受到疫情 然後這個是你感受到傷害的時候 雖然這個是一個物理上的一個比喻 但是這個是事實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但你想一下 如果你當有你感受到那個push的力量的時候 你瞬藉著那個push的力量 然後去surrender 那個不是surrender吧 就是開始去 就有點像在GG宿裡面就是 你是借力使力 而不是說我去against 當你開始去against那個能量的時候 其實你會 你會受到傷害 這個是一個 在這個能量下面給你的一個建議 說當有感到有pressure的時候 take your time 然後在這個sorrow裡面 sorrow這個悲傷裡面 我會覺得說 可能你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面 或是正在經歷一些break up 或者說一些失去的事情 然後可能你能夠看到的事情是 你已經失去了什麼 但你看不到的事情是 你還擁有什麼 所以其實這往往就好像是 就是其實我 我一直會覺得到現在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很多的一些很多的事情 在很多的trigger出現在阿Q的生命裡面 我會覺得說 我很感謝有這樣的一個 每一個事情刺激我 去讓我變成更好的人 去讓我能夠去反省去反思說 OK原來這個是我一直處理這樣的行為模式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能夠處理這樣的情況 我們是不是能夠更 以一種更成熟的姿態去面對接下來的一些挑戰 因為沒有人會給你保證說 你的人生一定會是永遠充滿love and light 那個可能 那個是一個最大的一個謊言 其實我們人生就像一個 就是不斷的挑戰吧 只有當你不斷完成克服挑戰的時候 然後你能夠發現你越來越強大 越來越有收復力 越來越知道說 我其實不需要去往外再去尋求任何的東西 我擁有所有的一切 然後其實所有的其他東西自然而然的 會吸引到你 會被你吸引而來 所以在這個five of hearts裡面 我會覺得說 這個裡面是 你需要開始letting go 就是過去那些已經不再為你服務的東西 然後回頭看一看 你現在到底擁有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你擁有的東西裡面去 去找到那個感恩的態度在裡面 因為當你開始看待事情 一種消極的態度的時候 它往往也會給你帶來消極的一個影響 通過你的行為 通過你的 就包括你自己一個能量的磁場 也會是不一樣的 當然其實 在這個能量裡面 它其實有的時候很難 但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要去push你自己說 覺得我好像需要被修復 或說我好像需要快點好起來 給你一些時間 因為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我會覺得說 在這裡我分享阿Q自己一個感悟 最近一個很深的一個感悟是 就有的時候我發現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去思考說 我自己的一個行為模式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我現在要怎樣去改 就是我的大腦可以很快速的去認知到說 這個是我旧的行為模式 我可能需要改進 或說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讓我 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我後來發現說 YES 我的大腦可以處理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我的心沒有 因為我受到了傷害 然後可能並不是別人故意或有意 這個不需要去責怪別人或我說你自己 這個都是一個經歷 但那個情緒在我的心裡面沒有被釋放 它沒有跟我的大腦一起 共同的完成那個那個process 所以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說 可能也許很多的你們也是同樣的一個狀態 可能你在大腦裡面 你明明知道說 OK我不應該要怎麼做 但有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控制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心沒有辦法像你的大腦一樣 以一種邏輯的狀態 以一種detached的狀態去分析 因為它只能感覺到那種很強烈的emotion 那如何去處理 其實它是需要一種不同的方式去對待的 它可能有的時候 我只是需要把那些能量釋放出來 可能通過寫作也好 可能通過跟朋友聊天也好 可能甚至通過物理上的一個 一個一個運動也好 就是那其實在那個受到傷害 或說那個情緒的能量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它的運作模式跟你的大腦是不一樣的 所以才會有這樣排 the rest 出現rest 就是當下在這樣的一個狀態當中 當你被trigger了 不要急著去做你的應機行為模式 而是停下來 坐下來 休息 等你真的平靜下來的時候 再去想說 我到底現在 以一種怎麼樣更成熟的方式去處理 這種方式 這個情況 在我生命裡出現了一次又一次 你是不是能夠改變它 讓這一次的情況 跟原先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不是所有的過去定義你的現在和你的未來 你是有權利 或者說有能力去改變這個cycle的 取決於說 你如何處理這個provoker的這個能量 然後當然 所以這個page of angels出現 page of angels which means page of wants page of swords 然後 在這張牌裡面會覺得說 你在拼命地找尋一些 邏輯上的一些信息去 make sense of it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是 當下現在這個過程 還不是一個時間 你能夠找到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clarity 一個清醒的一個答案的時候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它現在跟你的大腦 跟你的邏輯 跟你的一個這個無關 它是你過舊有的一個傷痕 還沒有被修復 它需要把那些能量 不管是憤怒也好 還是背叛也好 種種各樣的一個情緒感受 那個能量被釋放出來 通過物理上的一個鍛鍊 通過精神上的 或者說通過假設 馬怕假設一個conversation 一個狀態去釋放出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給你自己足夠的休息時間 讓能量釋放出來 當你能夠學會去 坐下來跟你的情緒相處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它不是一個monster 只有當你開始把它推開 不願意去面對它 不願意去處理它 甚至不願意去給它一些attention的時候 那個時候 才是它變成非常可怕 那個ugly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而且我會覺得在這張牌裡面 有一個信息給到我講說 你看到這個butterfly in her stomach 就是這個蝴蝶在它的胃部 那個狀態 會在我提醒我說 這個是你需要開始 相信你的直覺力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當你感覺到某些事情不對 或者說你做某一個行為 甚至在這個裡面 可能我會覺得 有一些情況是 你overgiving 然後當你開始做那個 overgiving的動作的時候 你甚至可能你的身體 或者說你的一個 情緒馬上會覺得 有不好的feeling 相信那個不好的feeling 那其實是一個訓練號 在告訴你說 You should stop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 我們一直被教導說 我們應該對其他人 要怎麼說 要其他 怎麼說 要對其他人更好 或者說要怎麼樣去 滿足其他人需求 但我往往忘記的事情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 照顧好你自己 你沒有辦法去照顧好別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在提醒你說 當我們有某一些行為 你感覺到 好像不舒服 或說感覺到 好像被trigger的時候 那麼先停止這個行為 去做下來 跟那個感覺去相處 然後你才能夠明白說 OK 到底為什麼 或甚至有的時候 你永遠都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你只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過去的一些行為 過去的一些事情 我沒有辦法逆轉 但我能夠做的事情是 我把那個可能相關的一些負面情緒 附著於在那個事件上的事情 給釋放掉 然後我才可以輕裝上陣的去move on 因為過去的你跟現在的你 一定是不一樣的了 OK 然後這個是 關於選擇第一組的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這個其實已經有足夠多的信息 我想要再做額外多的一個補充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關於第一組的 這樣的一個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希望這些信息 能夠給到一些幫助 OK Then the second one 今天第一組的能量 其實是有一些heavy的 然後希望 這樣所有能量裡面 能夠有一些比較輕鬆的能量 讓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題目是 OK there we go 5th house creativity OK 然後很神奇的事情 這個 這個 orange也是代表 如果大家 了解 麥倫系統或 shackered系統的話 它其實是正好跟這個5th house 相連接的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狀態 然後當 這張牌出現的時候 選擇第二組的人 會覺得說很多的你們 可能正在處理跟 你的 就是創造力相關的事情 可能你 可能要正要開始 或已經在進行一些 有創造力的一個項目 或者說你有這樣的一個 creative的一個idea 你想要去 想要去實現 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 甚至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人可能跟 如果你正在一段關係的話 可能他會有一些很多的一個 新的火花出現 或者說 你可能在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 一個新的這樣的人 會有一個 一個怎麼說火花出現 因為在5th house第五公裡面 也講的是關於 跟愛情相關 然後甚至是跟小朋友相關 然後跟寵物相關 然後跟 種種就是 讓你給你帶來一些 joy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 在整個的這個5th house 這個能量裡面 我會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月份裡面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是 去專注於你的創造力 那個能夠給你帶來很多 意想不到的一個 一個火花 甚至是能夠給你帶來一些 可能金錢上的收穫 甚至 然後 對於有的人來講 可能是一個愛情的收穫 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月份裡面 這個能量是在提醒你講說 OK 就是能夠像一個 孩童般一樣的去 可能對很多的事情 就是 你有興趣的事情 去充滿著一個好奇心 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往往是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 人生的一個動力吧 如果當你開始 對所有的事情 都失去好奇心的時候 那個時候 往往是你開始覺得 好奇心 所以當你 當我會覺得說 好奇心其實是我們一個 一個最本 怎麼說本質的一個 life force energy 它能夠支撐著你往前走 就即便說可能當你在 一個非常艱難的一個狀態當中 當你能夠以一種 creative thinking 就是你有創造力的思維的時候 你能夠想到一個很好的辦法 可能 所有人都沒有辦法想到的一個辦法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你的能力 甚至我會覺得說 可能在這個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部分人可能在經歷一個 怎麼說有一些 stuck的一個狀態 就是可能你好像 通過所有的傳統的方式 或者說 都沒有辦法去 達到你想要的結果 或者說 你有點好像停滯在某一個階段 種種的方式都沒有辦法找到出口 那麼這個時候是在告訴你說 去open your mind 去想一下可能有一些東西你需要 那個解決方法可能是在 你所意想不到的地方 你需要開始 運用你的創造性思維 去找到一個 可能不尋常的一個解決方法 它可能會讓別人聽起來 甚至有一些瘋狂 甚至是有一些可能 不合乎常理 但是那個是可能是 the only way you can solve it 然後這個只是給到一小部分的人 我覺得不是符合於所有的人 然後在這個裡面 我會覺得 甚至是可能 我會覺得 有另外一個 剛剛一個話的信息在講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面具 對我們是需要可能在 在運用這樣的一個 創造性的一個能量 這個joyful的這個能量 但是我會覺得說 be honest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有兩個面具 這兩個面具在告訴我說 有的時候我們在 我們呈現出來的那一面 尤其在感情當中 或者說 當我們在成人世界裡面 戴著那個面具去生活的時候 那個往往不是最真實的你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去 真真正正找到那個 inner child 讓他真的能夠享受 這個世界的一個歡愉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真的想要充分的利用這個 創造力的能量 像這個孩童般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這個愉悦的這個能量的話 你需要先take off your mask 就是想一下當你五歲的時候 當你三歲的時候 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 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麼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 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那個就是有點類似於說 去找跟你那個內在的小孩去相連 因為我會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最真實你自己的一部分 因為很多時候 當我們開始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伴隨著整個的成長的這個旅程 我們其實有的時候 lost that child 就是我們讓那個內在的小孩 慢慢的shut down 或者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關注他 他內在的一個 一個一個 他曾經需要的一些關注 或者說一些 一些 就是可能 在那個時候 他的需要沒有被滿足 他有 所以當你在成長過程當中 他一直被忽視 他會有一天慢慢的 跳出來說 嘿你需要 pay attention to me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裡面是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Be honest with your inner chil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OK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我額外 get到了另外一個 一個信息 關於這個面具 關於跟你內在小孩相連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 信息 然後我們來看到 塔羅拍桌 有什麼樣的東西 想要 來補充說明 Sorry There's another card Ten of trees Loyalty 然後這張牌 我第一個get到信息是 就是 如果你已經開始了一個項目 記得完成它 就是 stick with it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Ten of trees Ten of pentacles 它是一個非常solid 就是非常一個 怎麼說 就是穩固的一個牌組 它其實是需要你從 當你去 就有點類似於 十年樹木吧 年樹人在哪個狀態 當你栽培一棵樹的時候 你需要有極大的耐心 和毅力去完成它 所以當這個5th house出現的時候 對 也許你有很多很多的idea 但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 把這個idea 然後堅持下去 生根發芽的時候 它永遠只會是一個idea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是 它需要你的一個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一個commitment 對於我來講 你需要有一個非常 當你開始 真的 開始一個項目 可能跟你的創造力相關的時候 你需要開始問自己說 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堅持下去 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去 持續做這個東西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需要你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堅持 然後以及你的一個熱愛在裡面 它才能夠真正正正的說 變成一個穩固的大樹 不管這個這個新的項目 可能是 也許是一個一段關係 也許是一個戀情 也許是一個 你的新的一個 一個視野的一個方向 它需要你的commitment 如果你沒有那個承諾的話 那麼它這個永遠只會變成說 你好像有不同的方向要走 但你永遠沒有辦法知道說 哪一個是我真的非常熱愛的方向 能夠並且一直走下去的方向 所以在這個能量裡面 記得保持那個穩定性 知道說你 當你想要獲得一個長期的一個 為什麼5th house它不是一個7th house 7th house它講的是一個 就是長期的一個 一個partnership 不管不一定是指人 它可能是一個長期的一個 穩固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想要這個短期的 當下這個火花 變成一個長期的熱愛 那需要你的一個 滋養和關注在這裡面 它需要你 就是全身心的 去commit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好能量 我們需要有那樣的spark 然後你才能夠去探索保持好奇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在講說 雖然說我們需要去堅持 某一件我們熱愛的事情 但它也在講說 你要在這個探索的過程當中 一直保持好奇 這樣你才會說 抓住最好的機會 能夠讓它變得更 茁壯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狀態 我來做第二條 OK OK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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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of Angels Watcher A8 of Hearts Codefendency OK 然後 當這兩張牌出現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至少對有一部分人 關於這個 這個5th house的 energy 然後當這張牌出現的時候 8 of Hearts 在原始塔的牌裡面 講到的是8 of Cups 然後這個是在講說 Walking away from something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張牌 這個女生 她是閉著眼睛 然後這個男生 他們看起來好像很恩愛 擁抱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是男生的眼睛 是看著另外一個方向的 這有在講說其實 這個裡面有很多的一些 東西其實已經不在 不在為這段關係服務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說 我會覺得就好像 這個可能是我自己 開始在講這個 Credit裡面 有一部分人的能量 裡面是可能 你已經在一段關係裡面 或者說一個情況裡面 就是持續了很久 可能另外一個人 已經在看另外一個方向 曾經的那個相連 這些東西已經不在了 這個是一些事情說 你可能需要 可能不是以常規的模式去想說 OK這個要麼斷 要麼繼續前進 或怎麼樣的 而是可能它需要 有另外一種approach 比如說 剛剛有一個外星在講說 就是如果大家有 知道的是一個 unconscious 那個叫什麼 那個英文詞會叫什麼 就是關於 可能有意識的先分開 在一段關係裡面 能夠讓彼此有空間 和時間去成長 的un狀態 然後再在一起 然後就是有一種可能在 每個人的一個 怎麼說 成長的一個過程當中 尤其是你如果處於一段關係當中 你有意識的 有 就怎麼說 有意識說OK 我們現在可能是需要分開一段時間 然後等我們各自修復好 也許我們會遇到新的人 然後這個是一個 統一的一個狀態 雙方統一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回到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還會讓我想到 那樣的一個狀態 但我會覺得說 但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跟我之前相聯繫的 那個點在講說 可能當下這個困境 是你需要以一種 有創造力的方式 去想到一個解決方案 因為其實在當下這樣 情況說 有一個人已經在看到 另外的一個方向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有很多的 attachment在這裡面 這個attachment 會讓這個依戀關係 會讓你其實 沒有辦法 充分的發揮你的自由 的一個想像力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可能當 也許如果你在處於 事業上的一些東西的話 可能開始去嘗試著 去放棄舊的行為 舊的思考模式 去OK 固有的一個方式 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或者說去解決一個方案 它可能需要你開始說 想考慮到任何的可能方式 一切的可能性 這個地方 只有當你能夠足夠的說 也許你已經 可能你過去有 怎麼樣的一個idea 但是那個idea 可能那個時候 是OK的 但現在這個已經 完全不適合了 那麼它其實需要你有勇氣說 去walk away from out 然後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8 of hearts 講的事情是你需要先 處理這個attachment 然後這個 Night of angels which 然後會讓我很好奇的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說 它其實好像是一個牌組 在講說 其實有人是在 不管當下現在 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有人一直在做你的一個 怎麼說 有點說大腦的一個邏輯的 一個支撐的一個狀態 他可能一直在關注你 就他可能是男或者女 因為他 這個Night of angels 他其實在講說 我是需要一個 一個明確的信息的 甚至我會覺得說 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人在 你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或者說一些 一些狀態的時候 給你適時的 給你提供一些快速的一些信息 能夠讓你更看 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應該要在當下 這樣的一個狀態當中 如何去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可以看到 當你處於這樣的一個 就是 cups 這個emotion能量的時候 其實你是需要你的大腦 或者說你邏輯的一個 一個信息 可能就好像有點類似於 陰性能量 需要陽性能量去 互相支撐和補充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 在這個能量裡面 我會覺得說 甚至我會覺得說 有的時候 在帳牌裡面 對於一部分人來講說 當你沒有辦法 處理這個 8 of cups的這個能量的時候 Be the water 就是 先觀察 或者說你不需要急著去做任何的決定 或者說急著去 尤其是我覺得 尤其是當這個事情是關於一個 commitment的時候 你可能不需要著急著去做決定 真的去聽從你的內心說 只有當這兩個人是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 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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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 cups是交換的是 equal的狀態的時候 你才會有 同意說去做這個commitment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說是一個去小心觀察和利用這樣的能量 這個是一個非常joyful的能量 但是不要把它變成一個非常沉重的一個 一個emotional 一個outburst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這樣這個整個的牌組裡面 我會覺得都是一個還蠻積極的joyful的能量 但這個裡面有一些warning 這個warning是在講說 如果你能夠保持那樣的一個狀態 清晰的溝通 然後去觀察 當下現在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去傾聽自己的內心裡面 我最想要最熱愛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當你退去掉那個面具的時候 那個真正的一個承諾是不是能夠發生 我是不是另外一個人 或者說是一個方向我們是 我們的觀念和價值是一致的 如果已經不再為你服務 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情況 不一定非一種yes or no的狀態 也許會有其他的一種折衷的方案 能夠讓這個過程不是那麼的messy OK 然後這個是關於第二組的一個能量的狀態 我會覺得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 非常清晰的一個能量的一個狀態 然後希望這個 這個牌組的信息裡面 能夠有一些能夠幫助到你處理當下 你需要現在處理的一些情況或是能量 OK 然後這個是第二組 OK Let's see No.3 What's a message Word's message Word's message 我會覺得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的vibrating的能量 就是很...怎麼說有一種 就是這個是我的舞台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會覺得在這個牌組裡面 可能有一些人是處理事作 也還有可能你自己是事作 這個不一定完全相關 但這個事作的能量是在講說 現在是一個當下是一個狀態 你現在是在聚光燈下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有很好的機會說take 就是去做那個領導者 甚至我會覺得說不一定是 ok真的去當一個leader或怎麼樣 而是說你現在開始慢慢的感覺到說 你的人生是控制在你的手裡的 你可以去做那個主導者 去做你自己的一個主演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一個非常的...怎麼說 因為事作是跟太陽的能量相關的 它是一個非常的有活力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說可能很多人 在選擇第三組人裡面 這個是可能你近期能感受到的一個可能 可能很多的事情發生 給你突然的一個能量的一個激發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處理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更是做類似能量的一個人 但我會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有一個額外的一個side note 一個信息在講說 在這一組牌組裡面的人 有一小部分人可能在處理一些人 可能非常非常的一自我為中心 但這個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一部分人 會覺得大部分人在這個leo這個能量下 是一個我終於在這個月份裡面 我可能開始想要去 take action 我可能想要說OK 我不再想要... 就是一直隱藏著自己的天賦或者才能 我想要被聽到我想要被看見 甚至有的人可能已經開始說可能 我需要開始為我自己說話 我可能開始要為一些不公平的狀態去站出來說 OK, this is not OK 我覺得這個是一開始設立邊界的一個狀態 開始說慢慢知道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需要被聽到 被理解或被看見的 所以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人會有一些promotion 或甚至一些可能在工作上面 可能開始逐漸的被認知 或甚至是一些可能你做了某些事情 可能你曾經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不太理解 慢慢的開始說能夠理解你 或者說開始能夠了解說 OK,原來這個是現在 這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還蠻... 蠻... 積極的能量 OK,然後我們來看... 塔羅牌有什麼樣想要說的事情 在這邊 然後一樣是火的能量 就是非常想要知道說到底會發生什麼 對 對 對 還有什麼樣子 那天還會有什麼樣子 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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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一张牌 然后在原始塔罗牌里面是 然后这张牌里面会觉得说其实 就是我会觉得当这个能量出现的时候 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很多人在选择第三组人里面 你可能因为一些事情 可能一直选择可能躲在那个舞台的背后 做后背 或者说你其实有很怎么说 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领导者 但是你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也好 自我怀疑也好 自我的一个价值的认可的缺失也好 可能即便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说你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或者说身边的人很多人都非常的信任你 但你没有办法勇气说去站出来说 OK I want to take the lead 然后但这个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际给到你说 其实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 怎么说自我损 就是那个怎么说 就自我不认同感吧 或者说好 可能别人都觉得说OK You're great 但只有你自己也说OK I can't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page of stars 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火花 你其实知道说OK 我想要去往更大的舞台去走 我想要被看见 我想要被认可 我想要被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page它其实可能还没有成熟能量 但我会觉得说当你能够看到这个最终 你能够发光发热的那个点的时候 去不断的往那个地方保持好奇心往前去追逐 这个是这个狮子应该要往的重点 而不是现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 但我会觉得当下现在这个能量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能够让你开始认清自己的价值 因为很多时候往往可能 其实不是周围其他的人来阻止我们前进或成长 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消极的一些self talk 然后所以这张牌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张牌出现 然后这个其实 这个 虽然是一个豹子啦 但我只是讲说 也是一个Lio的状态对于我来讲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冲劲 我非常想要去知道说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非常想要去追寻那个 那个 那个 怎么说 那个动力 然后第二张牌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是joy 然后这张牌 在原神牌的牌面是three of cups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说 在这个能量里面 它是其实会有一些 celebration发生 可能是 就好像刚刚讲的 在前面再讲到这张牌里面 讲到说可能是promotion也好 可能是你开始 获得一些认可 可能是一些包括成绩 或者说包括可能 一些成就 或者说可能你自己的一些 事业里面开始小小的 就是见起声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过程当中是里面 很有一些是有一些 celebration的 但我觉得在这个成就 celebration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需要看到说 how far you've gone 就是你到底经历过了什么 去获得这些东西 你需要给你自己一些认可 其实所有的这些认可也好 然后它其实往往不是来自于外在的 就当你自己能够从内心深处 真真真真认可你自己 经历过这么多困难 然后达到这一个点 开始完全改变你自己 成为开始跳出你自己的 舒适圈 变成这个 ok你原本就是的 你心里内在的那个 狮子释放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真真真的 享受这样的一个celebration 因为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部分人里面 你们一直是给予 一直是说 我去take the lead 或者说一直是想要去 去找到那个spotlight 当可能终于有一天 别人所有人开始认可到你 认知到你的时候 你反而觉得不习惯 你反而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 你可能甚至开始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 或者说这个只是一个假象 因为我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不断地去追求 外界的一个认可和认知的时候 我们往往忽略了自己 其实才是那个最需要认可你自己的人 如果你连自己都在跟自己讲说 OK这个不可能是真的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怎么有可能 别人帮你去实现这一点 即便是身边一万个人 一千个人在跟你讲说 OK you're great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你永远不能够觉得说 I am great 所以在这个joy这个里面 是在讲说 去享受这样一个 就是非常怎么说 有执行力 想要去成就某件事情 那个非常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可能你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能量 当你拥有这样的能量的时候 去享受那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当你值得庆祝的时候 去享受那个庆祝的过程 而不是要想着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或者说 去做一些消极的一个自我talk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three of hearts 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good news 对于选择第三组的人来讲 然后第三张牌 这个divine order 然后大家不能能看到 这个 equilibrium 然后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心意 当你看到所有的牌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的vibrant 非常的一个太阳的能量 非常想要往前冲的一个火箱能量 然后突然 这样的一个temperance 这个平衡 所以其实在讲说 这个东西 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平衡 所以当你可能 reach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对 当你在用 在那个high的那个点的时候 那个pick那个点的时候 对 你不需要去关心 也许接下来 我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了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 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 正是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起伏 你才会觉得说 OK 其实你的人生是一个 精彩丰富的状态 而不是一条直路 平坦大道 没有任何的惊喜 没有任何的波澜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 一切的发生 都是有它的一个顺序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在这个 世的所有能量里面 有的时候 它毕竟是一个瘦 然后它有可能是 很多时候 当你往前冲的时候 你太想要 得到那个认可的时候 你沉浸在所有的认可 当中的时候 你忽略掉的事情是 它有可能会把你 引导到一个 非常的 以自我为中心 我非常渴望那个舞台 我非常的 沉浸于在 让我自己意见被听到 而没有办法去聆听 其他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张牌是一个提醒说 yes 这个能量是非常积极的 你需要去好好地 享受它 enjoy它 但是它在另外一个提醒是 你需要找到那个balance 因为当你站在舞台的中央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会在滋养你的一个消极自我的状态 它会让你可能迷失说 OK 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 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去追求的 然后你想可能要更大的舞台 然后你的ego越来越强大 并不是说 所有的ego都是坏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你有可能在帮助滋养一个怪兽 它可能会变成滋养到一个 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 注意那个平衡 就是知道说 OK 当我拥有这样的喜悦的时候 我去享受它 去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已经开始逐渐成长 但不要沉迷于那样的一个狂喜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可能会带给你 接下来一个迷失 或者说 你开始迷恋于 依恋于那样的一个大的舞台 那样的一个名声 那样的一个 一个被关注的一个状态 当你没有那些的时候 你会跌入到一个 怎么说非常深刻的一个深渊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 一个及时雨的一个体型的牌吧 就是一切都是由它 发生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个起伏 不管是好是坏 这个都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学会 接受 并且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去 找到一个 你能够怎么说 去释然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你自己 就好像我从一开始讲到的信誉 有的时候当你去 抵抗的时候 那个往往是你觉得受伤害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其实真的去伤害你 但只是你如何去选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其实 我们人生最大的自由 其实往往不是说 OK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而是你能够自主的选择说 我想要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选择去应激我自己的应激模式 还是Response去回复 这是一种come的方式去回复 我不是要去一种依恋的状态去 去做一个要么逃走 要么去fight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你最大的一个自由 OK然后这个是关于第三组的 然后我希望今天当下这个宇宙 跟你的信心能够给到你一些帮助 然后谢谢大家